现在的国拼可以说参差不齐,既有像马龙许心这样的三十多岁的老将,也有樊振东王楚清这样的小将,老将小将同时存在于一支队伍中,每次比赛的名额都十分难以断定,就像今年的士兵赛一样,士兵赛只有五个名额,而国拼现在却有六名主力,也就是说,必须要裁掉一人,剩下的五人获得参加士兵赛上资格,否则六个人是没法同时参加士兵赛的,而要被裁掉的这个人是谁? 一时之间南下定论,首先,马龙和许心这两位老将如果不退的话,那两人肯定是会占据两人位置的,但就在近日,马龙突然被爆出退役后会成为国拼的新教练,此则消息一出,形势就又不一样了,要知道,通常这则消息被爆出来,都说明他们离退役不远了,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快把消息扔出来,因此,马龙很有可能在本次全运会结束以后就宣布退役,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那也不用再猜了, 马龙退役,其余五名选手就可以直接参赛,但如果马龙并不打算在全运会结束后就退役,而是想等到打完今年的视频赛,甚至打得更久的话,那六人之中就还是要产生抉择,首先,樊振东是不用想的,他的排名是世界第一,可以直接参加视频赛,而马龙,许心,王楚钦,林高远和梁静坤,五人之中则需要再裁掉一人,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,马龙和许心一定不会被裁掉,毕竟两人虽然上了年龄,还有着严重的伤病,但两人的实力依旧非常强劲,特别是马龙,他还在本次东京奥运会的南单决赛中摘得一枚金牌,这个年龄还能获得金牌的,放眼整个世界也不过一手之数, 而许心虽然在单打能力上要稍微逊色于马龙一点,但他的双打实力十分出众,完全可以弥补他单打的K劣势,毕竟双打万金游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,因此,许心只要想打,也绝对不会被裁掉,于是,这个名额就只能在三位小将中产生了,剩下的三位小将分别是王楚钦,林高远和梁静坤,这三人里面又属王楚钦实力最强,且王楚钦的年纪也最年轻,在整个小将队伍中,除了 大哥樊振东能压在他头上,他就再也没有任何打不过的人了,因此,王楚钦也不太可能被裁掉,毕竟这么一个有冲击有前途的小将,国拼的教练们肯定想着让他多去参加点,好多积攒些大赛的经验,以便于跟着樊振东扛起国拼的大棋,而最后剩下的这两人,这就是最容易被裁掉的两人,杨静坤和林高远同位小将,年龄都要高于王楚钦,但在实力上却还是有些不如王楚钦,如此一来, 两人之中是,必定有一人将被裁掉,无论是谁,都让人感到十分不舍,其实,无论裁掉谁留下,谁都无所谓,无论是谁,只要实力够强,能够为国就行争光,就可以上场,如果因为实力问题而没能上场,那也谁都抱怨不了,只能化沮丧为动力,争取在下一场大赛上崭露头角,各位看官觉得,六人谁是最有可能被裁掉的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